巴以冲突的外移效应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以色列军方已经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目标发起了多轮攻击 伊朗警告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加沙行动将不得不干预 伊朗入局的可能性有多高 沙特已经暂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巴以冲突将如何搅动中东局势 其实大家首先会看到 对于美国的整体的中东战略的布局 这一次巴以冲突升温 对于美方是构成了一系列的干扰的 美国其实并不希望局势失控 但是近一时期频繁地派出航母打击群 在中东地区明确地对以色列表示支持 煽风点火 某种程度是希望体现出美国在地区的作用 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在观察局势的发展 防止局势失控 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布局整体破局 而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伊朗方面也有自己的判断 伊朗首先并不愿意主动地直接地卷入到巴以冲突当中 但是现在伊朗非常担心的是 以色列方面会有更多的动作 尤其是近一时期 以色列方面公开对叙利亚进行打击行动 这从地区国家看来 是一方面似乎在采取一些主动的态斥 警告其他的中东的国家 不要贸然介入到冲突当中 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 以色列在故意地把冲突再进行扩大化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伊朗强调的是 局势升温如果有失控的风险 那么伊朗也必然要做出反应 不仅仅针对以色列 同样针对美国遏制伊朗的总体的目标 针对美国一系列的战略上的军事上的部署 包括航母打击群 更多的是针对伊朗进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动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国的山峰点火确实在刺激局势的升温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整体的中东战略的布局 尤其是近一时期非常担心 巴以冲突升级会影响到美国下的这一盘大棋 会影响到美国推动的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关系的转换 关系的正常化的未来的路径 从美国看来 目前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但是仍然希望相关的动向 不要被踩刹车 但是从现在事态发展的客观的一些结果来看 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是 巴以冲突升级 对于中东地区目前的这种安全形势 以及未来整体形势的发展 仍然在产生影响 对于美国的整体的中东战略布局来说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